雜速彈藥混底前線 烏軍多地同步大反攻 中共錢不是白費的 以緣促使拜登查高效巨額捐贈 中共被捉到正 金正恩攜帶中國手機指導導彈發射 西方爭取的合作夥伴 莫迪訪問法國增購戰鬥機 馬斯克說:「我說我是外星人無人信。」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5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烏克蘭期望已久的雜速彈藥如期抵達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 北約峰會期間表示 希望雜速彈藥能成為戰場上 對抗俄羅斯的下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 而烏克蘭軍官塔爾納夫斯基 7月13日告訴外界 有了雜速炮彈 烏克蘭軍隊將會具有優勢 雜速炮彈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戰場局勢 烏克蘭軍隊證實 由美國提供殺傷力極強的雜速彈藥 已經運底前線 烏軍趁勢進行全面同步大反攻 一直報導俄烏戰況的推特賬號 諾埃爾報告14日發文表示 不僅是忽裂米耶夫斯基岩甲地區和俄羅斯軍隊爆發大規模戰鬥 烏克蘭軍隊在烏羅澤恩也進行了大規模進攻 烏克蘭軍隊進攻之前還進行了大規模的炮火攻擊 烏克蘭地面部隊現在正在與俄軍發生一場大戰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利亞爾說 烏軍在梅利托波爾和別爾江斯克前線的進攻行動仍然持續 馬利亞爾指出 俄軍目前正在調動部隊 並且動用所有可能的儲備應戰 軍事專家分析認為 烏克蘭人的反攻 還處於中期開始階段 烏克蘭正在塑造戰場 打擊指揮、後勤和通訊點 為稍後的突破做準備 這場衝突正處於對烏克蘭方面有利的發展過程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表示 提供集束彈藥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其中之一是這類炸彈將會幫助烏克蘭擊敗俄羅斯製造的 大量防禦工事 尤其是戰號 他強調 這些武器的使用 將會只限於烏克蘭境內的非城市地區 並且說給盟友知它的使用情況和影響 五角大樓這個月7日 宣布了一項價值8億美元的額外安全援助計劃 除了幾十萬發有爭議的集束彈藥 還有愛國者防空系統 高機動火炮和火箭系統彈藥 該計劃還包括另外32部布雷德利戰車 32部史萃克裝甲運兵車 以及一系列其他武器和彈藥 七國集團G7 12日宣布了一項國際框架 為烏克蘭提供長期安全保證鋪路 該框架包括現代先進軍事裝備 培訓 情報和共享網絡防禦等內容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還宣布 再向烏克蘭贈送30部裝甲車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也宣布加碼對烏克蘭的支援 西方國家加大軍事援助 無疑是向普京施加更大的壓力 他13日把口仍然不服氣表示 西方國家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不會改變戰爭局勢 只會令衝突進一步加劇 還仰言外國製造的戰車 將會是俄軍優先對付的目標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日前聲稱 俄羅斯一直克制 不對烏克蘭使用雜速彈藥 但是如果美國向烏克蘭提供這類炮彈 這樣俄羅斯武裝部隊 將會被迫對烏克蘭使用類似的摧毀手段 但是軍事專家認為 邵伊古威脅使用雜速彈藥 不僅是實質性的軍事對抗手段升級 顯得虛假而無力 原因是俄羅斯早就使用雜速彈藥 不僅是雜速彈藥 俄羅斯還使用了1980年 《特定常規武器公約》第三次議定書中 被禁止使用的 更不人道的白輪彈 實際上 俄羅斯幾乎已經使用了 除了核武器之外的所有攻擊手段 專家分析 現在俄羅斯面對的 已經不是一個孤立的烏克蘭 幾乎是整個西方 他們的經濟體量加起上來 遠遠超過俄羅斯 可見俄羅斯在應付西方和美國升援升級方面 已經是山窮水盡 這也預視俄羅斯 贏得戰爭的途徑 也已經基本無路可行 美國聯邦眾議員 國會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委員會主席 歐盟斯7月13號 在眾議院聽證會再次敲響景中 說中共的錢不是白費的 敦促美國政府調查美國學院和大學 來自中共等外國的巨額捐贈 歐盟斯評擊拜登政府 對這個問題不夠重視 中共等國家還在道謝資助 對美國校園施加影響力 美國高等教育法第117條規定 接受聯邦財物援助的高等教育機構 每半年必須向教育部披露 那些價值25萬美元以上的 來自外國的財物捐贈 以及與外國機構簽訂的合約 而有關大學規定的下一個財務申報截止日期 是這個月底 美國國會參議院2019年的第一份報告顯示 百分之七十的美國大學 對117條款的申報要求 選擇迴避和隱瞞 2020年的報告顯示 美國學術機構 未按要求披露的外國捐贈額 超過65億美元 主要是來自中國、俄羅斯、沙地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油長國和卡塔爾 中共自從2013年以來 對美國大學的資金和實物捐贈 合共大約接近10億美元 大約有115間大學 由中國獲得金錢、實物捐贈 或與中國機構簽訂合約 歐盟斯說這些錢是有負帶條件的 美國的敵手通過外國捐贈和資金 購買對美國高等學府的影響力 他批評拜登政府的教育部 甚至連一項177調查都沒有啟動過 保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辛格爾頓在聽證會指出 現行法例只是要求在捐贈者 在外國政府的情況下披露 中共正在利用這個漏洞 利用第三方提供捐贈 來滲透美國校園 智庫專家批評 這些大學一直非常有系統地 追蹤外國合同、外國捐贈 但卻沒有向政府提供 還有跡象顯示 很多孔子學院在關閉後改頭換面 繼續在美國的活動 本週北韓試射了使用固體燃料的火星18 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親自督導 他隨身攜帶的一個手機 引起了外界的好奇 據評讓黨傳媒13號發表的照片 金正恩指導導彈發射時 桌上放著一款看起來 好像是用黑色皮外殼的銀色可摺疊手機 和三星的Galaxy Z Flip 或者中國的華為Pocket X手機 驚人地相似 立即引發了公眾對手機來源的猜測 據美國專門提供北韓局勢分析的網站 NKnews的分析 北韓最近推出了國內牌子智能手機 三FaceSong和Memmozen的新型號 而金正恩使用的 明顯是中國的可摺疊手機 金正恩禁止大多數北韓人使用外國智能手機 但是據海外媒體分析 他和他的核心圈子 似乎仍然使用著外國的智能手機 金正恩最近使用的手機 不太可能是國內設備 因為他的官方媒體 還未顯示普通北韓人使用這種可摺疊的智能手機 而金正恩應該最近才開始使用這款手機 因為在4月份的另一次導彈試驗 他的辦公桌面有一部不同的手機 平壤過去曾經展示過手機組裝線 但是並沒有顯示出 具備生產大多數零件的能力 而中共公司就公開宣傳 可以提供方便在北韓公司 旗下進行品牌重塑的組裝好的手機服務 或訂製用於組裝外觀獨特的最終產品的組件 根據聯合國制裁 北韓被禁止入口或出口電子設備 這類設備和組件 明顯是由中國運往北韓的 這樣表明北韓公然違反了聯合國的制裁 中共一直不遵守聯合國制裁 隨著去年以來 中國和北韓貿易不斷增加 北韓最近又出現了被確認 是來自中國公司的電動汽車和工業車輛 印度總理莫迪抵達巴黎 是7月14日在巴黎舉行的 法國國慶節閱兵儀式的嘉賓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 這是發印兩國之間啟動戰略夥伴關係 新階段的一個機會 印度武裝部隊的一支特顯隊 將與法國部隊一起參加閱兵 13日莫迪還宣布 印度將購買26架陣風戰鬥機 印度這項採購法國戰鬥機的新交易 價值幾十億美元 另外還有三艘猶豫吸傳統動力潛艇 目前仍然在商談價格和其他條款 一些印度飛行員駕駛陣風戰鬥機 參與14日的法國國慶閱兵的空中分裂式 而莫迪將會以嘉賓身份和法國總統 馬克龍 比倫二座 莫迪13日 對現場熱情的 來法國旅遊的印度人表示 這麼緊密的關係不僅在於兩國領袖 事實上更反映了印度和法國之間堅定的友誼 他並對媒體表示 我們對戰略自主權有同樣的渴望 我們兩國都堅定地 致力於國際法 希望世界是多極化 作為地緣政治的主要參與者 印度的地位不斷提升 中央社報導說 即使對於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 和印度人權問題的觀點有不同 西方民主國家 仍然尋求和莫迪領導的印度建立關係 作為在亞洲抗衡中共的力量 全球首富馬斯克日前發推文表示 他一直告訴大家他是外星人 但沒有人信 引發熱議 7月12日 Tesla和推特行政總裁馬斯克 宣布成立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公司XAI 以了解宇宙的真實本質 並在公司官方推特發推文設問題 最基本的未解枝謎是什麼 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 弗里德曼率先回答 這就是AI能不能變得有意識 對此馬斯克回覆說 他經常懷疑 意識是從哪裡來的 他又順便問了一句 外星人在哪裡? 弗里德曼回答說 可能已經在地球這裡 馬斯克出人意表感回覆說 我一直告訴大家我是外星人 但是沒有人相信我 還貼了一個眨眼的表情符號 馬斯克的言論 引發眾多推友回應 有人說我相信你 不需要其他解釋 也有人說 他相信馬斯克是來自火星的外星人 其實馬斯克已經不止一次 宣稱自己是外星人 去年11月他收購推特 並擔任行政總裁的時候 就有人問他 什麼最瘋狂的陰謀論 你認為可能是真的呢? 馬斯克回答說 他自己是個外星人 並試圖回到他的星球 52歲的馬斯克曾說 自己年輕的時候 就想涉足三個領域 分別是互聯網 再生能源和太空 他認為這些都將會深刻影響人類的未來 現在馬斯克不止迅速實現了自己的夢想 而且還控制了天上 SpaceX 地面Tesla汽車 地底Boring公司 能源Solar City 以及社交網絡推特 有人說 馬斯克就是那個穿越的人 他在做未來世界的事 他知道一定能成功 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